这儿还有一件呢 喜欢吗 喜欢 你觉得哪个娃娃最好看呢 是这个还是这个呀 小公主 这个好看 这个好看 那你觉得这个娃娃好看 那还是你的芝琳妈妈好看呢 都好看 都好看 那不行 那你必须说出来 到底是她好看 还是我好看 洪积爸爸 你说这个娃娃和芝琳妈妈比 谁更好看呀 你要记得 不管谁跟谁比 你都要说是芝琳妈妈好看 那这两个娃娃哪个种好看呀 那这两个娃娃哪个种好看呀 安安 我刚刚说过了 不管谁跟谁比 都是你芝琳妈妈最好看 哪有你这么教孩子的呀 家庭教育很重要 必须时刻教导孩子正确的观念 安安 那我问你 在我们家里面谁最好看 芝琳妈妈最好看 真乖 不对 在我们家里面 姥姥最好看 因为姥姥是芝琳妈妈的妈妈 恒静 你最会拿我开玩笑 你可好看了 对对对 姥姥最好看 姥姥是天下最美的 对不对啊 对 对 对mm 喂 喂 台长 什么 好 您说 严重吧 行 我知道了 好 我知道了 乾坤村的事了 你怎么知道 一辆旅行车 在乾坤村的后山小路出事了 乾坤村不是大量改建吗 有很多载着这个建材的车子 把路基给压坏了 我知道了 刚才台长亲自给我打电话 说的就是这个事 这闹得还挺凶的 台长建议 我们能不能上 好好说话这个节目 去调解制衡地产和乾坤村 之间的矛盾 我不要你跟阳光扯到这件事情里面 老公 你的事就是我的事 我怎么可能置身事外呢 而且阳光也是这件事的中心 你知道吗 这辆旧址上所有的老人 都是苏晶晶带着出去摄影的 但是如果这件事情真的上了电视节目 去调解 那还有很多其他的事情会牵扯进来 包括我们家里面的事 包括你的事 我知道 我不怕 因为我们做的事情没有什么见不得人的呀 滕旗 我觉得现在最重要的就是应该找一个第三方来 帮制衡地产 还有乾坤村做一个调解和解决 马克知道我们的关系 他可不会认为电视台是毫无关联的第三方 所以我们做给大家看的时候 这个调解一定要做到公开 公平 公正 就算是不能让乾坤村所有的居民 都能够满意地办钱 但至少可以粉碎那些流言蜚语啊